那為什麼要做農村的教育的發展 這是我 因為我有私心 我是老師出生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內疚就是 還要給我四年的大學教育時間 師範每個月十六塊五毛錢的天 最討厭是人家五毛 那我中國的大學裡面這個 但是我自己畢業以後 我自己當了六年老師 我那麼絕大股的同學都會在農村地去教育 所以我心裡覺得呢 如果我有一天我那時候離開學校的時候 離開學校的時候當做創業的時候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夠誠實 我把很多的經歷再反規去學校的時候 這是我的 但是中國的教育是複雜 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幹 我們做任何事情做 我們能做 應該做 必須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所定的是農村教育 特別是鄉村教育的發展 中國的絕大部分的農村 今天是在不斷地發生了好的變化 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 中國政府在過去的三十年 我就覺得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當幾億的人脫貧 我覺得是很不了不起 但是有些地方是很難解決平衡問題 有些地區確實是原差 有些地區的 但是我們覺得不能讓孩子們社區 未來競爭的能力 精準扶貧 首先要從教育的醫療角度進去 因為教育的話 這些年紀大的四五十歲的 你要改變的人很難 但是能夠七八歲的孩子 一天在教育和知識上面 開始做公平 那就永遠沒有機會 是很難解決owitz 適合的 最重要的是 所以保安